一组国际科学家团队发现了一颗环绕低质量星TOI-4860的异常木星大小行星 这颗星位于乌鸦座 新发现的气体巨星 命名为TOI-4860必出于两个方面令人惊讶 低质量星通常不应该拥有像木星这样的行星 而且这颗行星似乎特别富含重元素 这颗行星最初是通过NASA的零日系外行星寻天卫星发现的 在零日其母星时出现了亮度下降 但仅凭这些数据还不足以确认它是一颗行星 该团队利用位于智利阿塔塔玛沙漠的南方Speculous天文台 在几个波长上测量了行星信号 并验证了它的行星本质 天文学家们还观察了这颗行星 在隐藏在其母星后面之前和之后 注意到光线没有变化 这意味着行星本身没有发出任何光 最后该团队与一支日本团队利用夏威夷的卯星团望远镜进行了协作 他们共同测量了行星的质量 以完全确认它的行星本质 跟踪这颗母星和确认其行星 是Speculous项目内一组博士生的倡议 其中一位博士生George Dransfield解释说 根据典型的行星形成模型 一个星的质量越低 围绕其的物质盘也越低 由于行星是从盘中创建的 所以高质量的行星像木星广泛预期 它们不会形成 但是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 并想检查行星候选者 看看这是否有可能 TOI-4860是我们的首个确认 也是质量最低的母星 拥有如此高质量行星的例子 博明汉大学系外行星学教授 Maurie Triad领导了这项研究 他说 我非常感谢我们团队聪明的博士生们 提出观察像 TOI-4860这样的系统 它们的工作确实非常有价值 因为像 TOI-4860这样的行星 对深入理解行星形成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行星属性中 隐藏了发生的事情的暗示 它似乎特别富含重元素 我们也在母星中 检测到类似的风度 所以 重元素风度可能催化了 行星形成过程 这颗新的气体巨星 围绕其母星公转 需要大约1.52天 尽管它的母星是低温低质量星 但该行星本身 可以被称为温暖的木星 这是天文学家们 特别感兴趣的一类行星 他们希望在最初的观测基础上 获得更多信息 以了解这类行星的形成方式 Speculous项目的另一位学生 Mathieu de Timmermans总结说 由于其非常短的轨道周期 和母星的属性TOI 4860B的发现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来研究温暖木星的大气属性 并更好地了解 气体巨星的形成方式 最近 该团队获得了在智力的 甚大望远镜的观测时间 他们打算用它来确认 更多具有类似属性的行星 这项由博明汉大学 天文学家领导的研究 以短文的形式 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 这项由博明汉大学